这个高雄市的民进党部去担任法律咨询工作对不对 但是呢不是人人都可以让他咨询的 甚至于想进他的身可都不容易 包括了呢如果说你要进去的话 先要在一楼登记啊到二楼审核资料啊 同时呢基于安全的考量啊 有三上的条件 第一个你必须涉及在高雄市 再来你必须是要民进党员 还有必须是低收入户啊 弱势啊单亲家庭 当然是设下了从从的关卡呢 就是基于安全的考量 不然要是又有人跑进去了 其实是去采访陈志忠那怎么办呢 还有万一有人进去了对陈志忠不利 这个呢都是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民进党高雄市党部在这个月中之后 将开始安排陈志忠担任法律咨询的工作 出席规划每周一次一次两个小时 我们目前大概的规划是一个月 一个礼拜一天的时间 那一天大概一至两个钟头 我们会按照我们来报名的民众的多寡 来调整这个时间 但是民众要接近陈志忠可要经过层层的关卡 首先民众要在一楼的服务台先报名登记 预备咨询时再到二楼的行政组 接受专门派任的资料处理人员来审核身份 条件必须是高雄市民具有民进党籍 而且是以弱势担心家庭 以及低收入户者为优先 党部表示预期将兴起至中民兴热 至中目前工作还是持续在早 那党部的法律顾问工作大概预定在三月中之后 会开放给现场的民进党的党员或若是家庭来接受报名 提供法律相关的咨询 而基于安全考量 党部还要安排纠察队来护卫陈志忠 主要是怕有心人是渗透来进来呛家 或者是有不礼貌的情形 因此除了过滤还有贴身保护的措施 陈志忠要当义工 党部光是为了他的人身安全 就得付出相当多的人力 最近新闻 刘一青孙影域 高雄报导 好 再来